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剧当中的名台词特别多 直击人心 让人痛苦 但同时又特别现实 除此之外 爱奇艺接下来还要上一部大盘菜 无论是演员还是题材 还是导演 都可以说开话 是目前观众们都无比期待的一部大剧 杨超越和丁与西领贤主演的仙侠剧 其实吉祥马上要结束了 而在这部剧收官完成之后 人家伦的剧无忧度终于要来了 等待了一年之久的时间 终于给观众等到了 这部剧早前已经拿到了发行许可证 接下来就等待播出了 这个9月份很明显即将要被人家伦承包 犹如当初的周生如故 也犹如当初的请君 人家伦的电视剧成绩都很抗打 而且每一部合作的演员 好像都有那么点CP感 而这一次跟宋祖儿也同样如此 尤其是那一段坐下来 给女主角吹眼睛的小片段 CP感实在是太强了 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 CP感一直都是从细节里而产生的 这两位一个具备满满的少年感 一个是少女感十足 而且演技都很不错 谁能不期待呢 据爆料 尤人家伦和宋祖儿主演的 智怪题材的无忧度 即将会在70集享收官之后 接荡上线 9月7号在爱奇艺播出 真的是一整个期待住了 优秀的演员 加上比较感兴趣的题材 再加上林玉芬 这个爆款率非常高的导演 真的是没有不堪的理由了 大家期待电视剧无忧度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